在說黎智英之前 我想說我拍檔 常公子和我一起做新聞聯播 他爸爸在1949年解放軍任城的時候 他爸爸是一個街童 解放軍來到軍車 然後就說你這麼可憐 我請你上車 立即跟著解放軍軍隊上軍車 然後公書教學 給他讀書 給他飯吃 那時候他就變成一個解放軍 即是在共產黨的中共政權之下的受惠者 同時在1949年的時候 黎智英的爸爸因為很害怕就跑去香港 而他媽媽就去勞動改造 捉了他 那時候他七歲的時候大人 八九歲已經自力更生 自力賺錢 即是說他的家庭就是 在智光常公子的朋友得益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一個受害者 而受害者就很努力地賺錢 直到有一天有人打 打上了一塊沒有錢 打了朱古力給他 他說這麼好吃的 那是甚麼 朱古力 在哪裡 原來在香港 OK 他就發誓偷渡去香港 然後他十二歲就偷渡去香港 然後就在工廠裡睡 然後就學英文 很努力地讀書 終於他做公明職造廠 找了第一桶琴 應該是一個猶太人去幫他 應該是一些會討人歡喜的人 但他不是一個普通的廠路 他是一個有文化的廠路 他自己是喜歡讀海耶克的 雖然我不是覺得他那些讀得很懂 但他也是很崇尚 從此之後他就崇尚了自由經濟 崇尚了資本主義 走了他之後的路 那對於黎智英這個人 我會講一個人 我覺得很相似 那個人的難得 藍德是一個俄裔的人 他在俄羅斯出生 家庭在俄羅斯 然後他十二歲的時候 家產被共產黨充公了 他在俄國做名校 但他讀書很厲害 當然他在俄國充公的家產 他走了 但走了之後 到最後都被共產黨拿了 於是他入俄國名校 他又變成一個好精英 但他21歲的時候 就跑去美國 他在那一刻的俄國名校 他已經是等於現在的人 在香港這樣 他也是很崇尚西方文明 他已經是很多崇尚西方文明 而不是那麼同意共產黨的知識分子 他去美國之後 他就成為了非常西方文明的熱烈崇拜者 其實他主要的一個信徒 都只是那些沒有受教育 那些西方很中部的人 但問題有很多信徒 因為他寫了兩本長小說 一本叫《The Fountainhead 源頭》 另一個叫《Atlas Sark》 《Atlas》是一個人他托了地球 主要都是這兩本小說 都是極度崇尚資本主義 例如《Atlas Sark》 假如全部資本家一起罷工 這個世界上就會多慘 他基本上是一個自由經正的崇拜者 如果純從一個人從哲學來說 他的哲學很膚淺 純從文學來說 他的文學都是很普通的 但他很受歡迎 因為他懂得如何受歡迎 這跟黎智英就很相似 黎智英其實如果你說 他的哲學自由經正 因為他很喜歡讀深入學 其實他的思想不是很深刻 但他很專注 於是他兩個人很相似 大家是一生為這個人的奮鬥 而他們都是在一些共產主義國家出生 長大 然後他們就反過來相信 而他們去取悅那些 或者最基本的信徒 就是一些 不是特別是知識分子 即是他們取悅了大部分的Mars 他們這兩本書 那個暢銷程度是幾百萬本 我覺得他們整件事 現在大家都聽過 難得機構 是一個很出名的智乎 他在美國來說是一個造神運動 大家當成神 他崇拜的是Marsus 就是海耶克的先鋒 都是自由經濟先鋒 黎智英這個人 Sherberland 他其實都是相同級數的天才 他創慢佐丹奴 而大家都知道Unicuro 他的柳井正 其實是一個富二代 他看到佐丹奴這麼成功 他學佐丹奴才有Unicuro 但問題就是 假如黎智英當初不做佐丹奴 他繼續做下去會不會這樣 而好笑的是 柳井正有一個崇拜者 崇拜者就是馬雲 所以你可以知道黎智英 他那個智力的級數 應該屬於香港前幾名 是李嘉誠的級數 但是佐丹奴 很多人都不記得了 他有一件很 開始的時候 是很艱難的 他是struggle了幾年 到最後才摸到那個方法 而相同來說也是一周刊 一周刊相同來說 是摸了很久才有方法 大家以為蘋果日報一出就行 其實蘋果日報當然一出就行 但問題其實蘋果日報 初初出的時候 頭一個月大家雖然是 因為他賣兩元又送蘋果 送一個個的蘋果 於是乎 就是叫做不叫好 但他在頭一個月之內 是不停每日改版 他很信奉市場 然後大家經常以為他無端端行 或者是一開始就行 其實他從來未試過 因為他已經有了模特兒 他去台灣也是一個奇蹟 他可以當時人家來台灣 當時中國時報 聯合報那些 彩虹勢帶過他很多 然後大家覺得 我們台灣人是 文化水平很高的 香港的狗仔隊 那些文化全部我們不對 不會買的 結果給他幾個月之內 就打到台灣 這個可以證明出 他是一個不勢出的天才 但是他其實失敗就是失敗在什麼呢 他失敗在蘋果促銷 或者是香港搞爽補 這兩樣東西都是一個問題 其實他是太短時間去打一場 很高成本的閃電線 於是你一開始就不行 你做得很嚴重 但其實黎智英是適合長期去修正 即是說他不適合打這個仗 所以我一看他的狀況 我就覺得他那樣東西是走錯了 而關於《爽報》有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看他 當時叫陶傑去寫色色小說 然後有指導後 聽到回來 他說不夠色色 好像是陶傑寫出來 是要天天更加多色色 可以 好 其實也要有閃羞場面 那當然不行 因為其實 肥智英本身不是一個閃羞的人 其實如果你把閃羞是肥龍 骨精強那些真實的閃羞就行 你不是去寫閃羞小說是沒有人看的 但他不是一個閃羞的人 我看他是自傳 他說他那個女人 他最初約那個女人拍拖 他拿那個女人的球 但他自己覺得沒有什麼反應 於是福濟的意思是說 他其實不是一個非常好色的人 你聽見他也沒有沸騰 他也很鄙視周圍沸騰 他是一個不太好色的人 我也是他和蘭德也好相似 因為是好色 當然他是另一個女人 但他是和他老公一起五十年 大家都有一個很相似的狀況 而他不太好色 我覺得他是有一個潔癖的 他有一個潔癖 即是說那件事 我覺得他是一個人格的潔癖 即是他很注重integrity 我認為他是很看不起他身邊的人 即是說他的潔癖 是他對於身邊的人手下的integrity 是很注重的 當然他自己有冒就一回事 正如我很多朋友都說 我最討厭我女兒去歐老 但我自己最喜歡那個人 那是一件事 但問題是他對於integrity 那種潔癖是很奇怪的 其他人是不會有他這樣的潔癖的 所以他的朋友到最後 是最後一個就是林鄭強 即是看得出他對林鄭強那種奇怪的感情 當然林鄭強是一個 如果說是性格上 是接近一個很完美的性格 很完美的一個人 甚至他對林鄭強的感情 因為他到達到最後 他也是盡量去幫 林二迪給他專欄寫的那些 你看得出他對林鄭強的感情是真摺的 但其他的人我仍然覺得他很有利用 利用價值 這個潔癖是一個很奇怪的狀況 當然我們都說一個成功的人 上上都有潔癖 因為他那件事會很挑剔 所以你才有潔癖這個癖好 這個也是一個 黎智英的一個特色 到最後 今時今日 黎智英發明的所有東西 曾經擊敗了台灣 他所有的東西都已經被人學習 甚至他作為一個神級的人 都已經被很多人 大家比如他被捕 那些現在 他都已經不是對他太大的sympathy 因為大家都已經覺得 香港的政治發展得這麼快 也有少許廢老的狀況 但是 我會對於這個人 作為香港人 我覺得我會引起一句話 就是 當年 李奧 說的一句話 他說 中國人 寫白話文 五百年前和五百年後 寫白話文的前三名 就是李奧 李奧和李奧 而我覺得 香港做傳媒 不要說五百年前 五百年後 真正最大的奇才 就是 黎智英 和李奧 你說 嘴巴裡罵我吹喉的人 心裏面都為我供奉我牌位 相對於黎智英來說 大家現在認為黎智英是廢老 或者再看不起黎智英的人 即是不信服黎智英的人 其實沒有一個人 是今時今日 還在受他《蘋果日報》的影響力 即是你 就算多不喜歡 你也還在看《蘋果》 你還在看《蘋果》 你在這裏 這個人你是藍絲 這個人多壞 多壞 但問題就是 你都會覺得 如果沒有《蘋果日報》 香港的自由 言論自由會相差很遠 所以 他的心 無論如何爭他 其實他心中都有他的地位 為了供奉我牌位 這個黎智英 是我 接近是一個 講能力或者才華來講 是一個最高的評價 當然 亦都是一個 很高的評價的人 才可以 我會和 美國的一個神級的思想家去比 多謝大家 我該這份 私筆饒了 還可以 我現在 一定會 rust 挑釋 他 兵